这个角落令人相当伤感的故事 是屏东县有一个国小六年级的同学 他去年父亲突然中风了 左半身都瘫痪了 妈妈又离家出走 就留下他跟爸爸两个人相依为命 那么现在才国小六年级 却已经扛起养家照顾爸爸的责任 每天上学午休的时间呢 就回家为爸爸吃饭 这个想到儿子这么辛苦啊 爸爸相当的不舍 想说把这个儿子分养给善心人士好了 但是儿子呢 坚持留下来照顾爸爸 让人相当的感动 小父帮父亲按摩腿部 看着孝顺的小父细心的照顾自己 师爸爸忍不住流下泪水 政府那儿 说大家都不用钱 他说他不要打坐没问题 他不能离开爸爸 他离开我 他不说我走了你要怎么办 我怎么办 干着办 去年师爸爸突然中风 左半身瘫痪 妻子离家出走 只留下小父一人 独立照顾父亲 洗衣 喂养等等的家事 都由他负责 孝顺的小父上学时 担心父亲会饿肚子 午休还特地赶回家喂养他 小孩子这样子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就会利用中午时间 我们午餐如果有多余的部分 我们就会提供给他 让他回家让他爸爸食用 这样子 父亲瘫痪无法工作 小父和父亲两人相依为命 平日就靠着一万多元的退府金 和左邻右舍的街际过日子 对于现在的贫苦生活 小父不愿添尤人 只想好好的照顾父亲 他说为了父亲能早日痊愈 再苦再累都值得 中天新闻张冲晃 月方皮诺报道